就挺好的了 我又找了一个适合我的节目 外中就是 桃花屋里桃花 桃花安下桃花线 这个视频采访不要讲太多 这些深度的东西 你们那些的简案也不会破的 还真告诉我 那我也寻求法律帮助了 我打算找法警给他押走 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郭麒麟 刚接到50公里桃花屋 节目邀约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就挺好的 我又找着一个适合我的节目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说的是 找15个各行各业的 可能演艺圈有演员 歌手 包括什么艺家 设计师 有得对人 然后说 把我们放在一个 理想化的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这是慢综艺 我本身就很喜欢慢综艺 我觉得要是每年 都能录一个慢综艺 也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在里边生活 然后能认识不同的新朋友 因为毕竟住在这儿就相当于有室友 或者说是邻居 我认为的这个节目 是一个参加人在一块过日子的节目 然后我一听 是吧 又有我这个丹丹妈 又有我这个猪芒姑 还有我猪奇哥 是吧 包括是很多是年轻的朋友们也好 反正都在 我觉得那挺好 之前这个也不是很相熟 咱们借这个节目 借这个机会 咱们认识认识 那也挺好的 现在每个人都有身份了 是一家人了吗 那倒也不是 我也不是说 您说那是那种小孩 我上学的时候 我班里那孩子们 天天跟过家家似的 这是我二伯 是吧 那是我小舅 这是我什么 这是我姨父 这是我奶奶 好最后 会越来越大 是吧 因为他奶奶还外边认爸爸认妈妈 是吧 然后马上这都太 这是我太爷 我说你这我好 同学你都没辈儿了 你都 我说那是那上学的时候 十一二的时候 这个我现在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单老师 包括宋王老师 之前跟我家里 跟我父亲什么的都认识 所以我从那个长辈那边走 我是应该这么的叫人家 熟岐老师是第一次 然后他我们来到这 第一面跟我说 你别叫我姐 别有老师 你叫我七哥 我一听 我说行那行 那些这不就叫去了吗 包括之前有认识 比如说汉哥呀 包括什么小赖呀 什么的 这都有这个长辈 也有平辈啊 也有什么这些个年轻朋友 反正我就觉得来这地儿 交的朋友 你们都在一块住二十天了 还交不下一个朋友来 那应该是你的问题 跟人家没关系 听到桃花屋这个词的时候 脑海里有画面了吗 脑海中就是桃花屋里桃花安 桃花安下桃花仙 这个是这是一首诗 但是他们当时讲的 就不说桃花屋嘛 就首先这个地儿还挺挺应景 因为北京呢 这个苹鼓啊盛产桃 所以苹鼓呢 肯定桃花开得也好 然后呢 在这么一个地方 桃花屋这又很有诗意 这名字 来呗 来那还能有什么想法 名字是什么不重要 他叫什么都不重要 他叫大土山都没事 他主要是有这些朋友 这是我看来最重要的 然后基础设施OK就行 你说都有诗意什么的吧 我也我挺务实的 我说咱其实在一块高兴 有吃的 有喝的 有花有酒 你觉得在这里的生活 跟剧组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最重要的 首先就是那剧组 你每天得拍戏啊 剧组每天的这个 什么吃饭喝酒 也吃饭也喝酒啊 那都得忙于偷闲 其实好不容易收工早 晚上咱们一块吃点的 明天我好不容易休息 那今晚咱们喝一场 是这个 那我们在这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这个为主 就是我吃和喝 是你不能阻拦我的 这是我在这 我来到这儿的目的 和在这儿应该干的事 我都到我的理想生活的乌托邦了 我都不能吃 该吃吃该喝喝 那叫什么破乌托邦 是不是 所以 你要说有点 就是文明建设 我想搞一点 我理想化的东西 那些是应该闲里找忙 那是忙里偷闲 这是闲里找忙 我觉得我说的挺合适的 在这里有什么想完成的小心愿 小心愿 我来之前还真没有 问我好多回 包括那个 组里的工作人员 人家总问 人家问当然没办法 人家是这工作 人家也希望说你来到这儿 和我们这个综艺节目 增添一下色彩 肯定你得是找点这个 有意义的事来做 我目前还在找找寻我的意义 我觉得其实这东西特简单 就是我遇见了好朋友 然后我的好朋友想做什么事 他想做有意义的事 我可以去帮助他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 帮助朋友难道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 对吧 我们中国人礼仪之帮 中国 对吧 最讲的就是规矩讲究礼仪 演了几部戏了 自己有感觉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吗 对演戏有没有新的认识 演戏认知就还好 我前年年底排了一部话剧 叫牛天策 然后去年也演了 马上我在咱们录节目的空隙 我还要去上海有演出 我觉得话剧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因为可能我天生在舞台上 那种兴奋度和专注度就更高 我们导演对我的帮助特大 他所谓给我导戏 其实就跟上表演课一样 就是教学 但你要说天天跟上课也没有 人就杀字 就来真的 完了 这就是表演 看着最不像表演的表演 就是你不觉得 你是不是演呢 完了 这是低级的表演 他演的真好 这是低级表演 因为你看得出来他在演 你要觉得 他人怎么这样 高级表演 如果他真不这样的话 你觉得 他怎么这样 这高级 演的让人看不出演 这才高级 然后来真的 你比如说演戏 你们都假的吗 谁不知道 写的跟你这人生是不是有点区别 你也不是这么个人生经历 但你要把你的这些个人生观念放在里头 然后你去玩真的 这就有意思了 咱们这个视频采访不要讲太多这些深度的东西 对于颜鹤翔在吐槽大会经常被吐槽被搭档抛弃有什么想回应的 真不是 我们是合作伙伴 他在我相声表演上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 但我这两年在相声表演上觉得突然没这个兴趣了 突然不想演相声了 但是我觉得我哥肯定也不会说是别人 你怎么对我不负责任 我哥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 他也很怕比如说我们俩在一块合作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就对他有负担 我有负罪咋 我不跟他在一块演出就怎么样 我哥他要知道了他得先跟我急 而且他有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他在吐槽大会上也展现了 虽然他展现的是一个相声演员应该具备的能力 当然了可能现在很多相声演员也不具备他们样的能力 但是那个在我的理解当中是相声演员应该做的 可能现在合格的相声演员也少 但我要说我哥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 然后我觉得就还好 我倒觉得这东西也没啥 为什么别人老拿这个点来说 那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化很强的一个节目 吐槽吐槽什么呢 我得说你点什么事吧 这个事对于他来说可能是符号化标签化强一点 那索性一季节目就12期就三个月 那我们这三个月就强化这标签 我们就聊这事就可以 然后我相信通过他的才华和能力 又给大家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杨永祥 认识了一个新的壮壮 那么接下来他的别的标签 别的能力又被发掘出来了 我觉得这事特别好 他还曾咨询过罗翔老师 豆梗抛弃捧梗 捧梗可以要求赔偿吗 你怎么看 他真告我去了 他真告我去了 那我也寻求法律帮助了 我打算找法警给他押走 参加一个集体活动 有人迟到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 首先看时宜什么事 这事重要不重要 他迟到了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反正比如说就约个吃饭 这人来晚了 我也不是给自己洗白 虽然我上次饭局来晚了 但我觉得吃饭迟到 其实这还行 什么东西我会特着急的 看戏 看表演 因为我特怕错过第一个镜头 看电影也是 有时候为什么老买点 离我特远的那个 就我愣可多惯一惯 这都OK 其他的那种没有时间性的 就是不怕晚的 我觉得就都没啥 吃饭 你只要找一个能拉碗的地儿 你今天来 今天来 我们先吃的 对 你要说你不来 你不让我们吃 那这多少个点过分了 如果大家一起玩 我有你没有的游戏 请说一件 你觉得只有你自己做过的事 找一个25岁的朋友 说一个我经历过 他们没经历过的 我在天津长大 我从天津出来的 然后现在也愿意回天津 虽然说 但是我在天津工作 可能确实是工作不了太久 但是每年过年回家 然后走到大街上 买一兜栗子吃 早上起来吃个煎饼 这还是挺快乐的 那是我体验过的 我有的 他们没有体验过的 但是每个人的童年 不应该进行比较 说你体验过什么 你吃过什么 我没吃过什么 难说 谁让你们玩这么 玩赖的游戏 从剩下的14位嘉宾中 选取一位教他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肯定是我室友 因为我真是来到这 然后他昨天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是华裔 与其说我教他 我更希望他教我 我想我特喜欢跟这些个经验 经历丰富的人一块交流 他还会采访这些好活什么的 是吧 行 我觉得那我们这些交换 他给我坐身衣服 我教他听相声 或者教他更多的认识一下 我们的传统文的话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把我喜欢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推荐给他 挺好 对于听相声刚入门的观众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更加的了解相声 听相声这事吧 真不需要什么技巧和方法 咱们全国各地 我认为甚至于世界各地 这种搞笑的幽默的 通过铁来聊天表达的艺术 每个地方都有 只不过我们的叫法不一样 为什么相声好像全国都在听呢 因为相声说普通话 所以你觉得这东西好像都得什么 其实不同地 我这个例子举了好几万遍 四川有李伯青先生 那么李伯青先生在四川人的心中 其实那就跟马三立先生 在我们天洁人心中是意思差不多的 对吧 笑话这东西 一定第一是应时当令 讲最时髦最时星的事 二是讲你最舒服的方言 我听什么话 我根本就不用想不琢磨 我听四川话 我得找翻译 是吧 李先生说完就 四川人乐都不行了 我得问 你给我讲的什么意思 这个让你搞笑这东西 只要是需要这一下就不可乐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到南方演出 或者到哪演出 人家效果不好 不是因为这个人不搞笑 是因为他没选对他应该演的地方 这个很重要 其实深圳比广州好演 为什么呢 深圳很多 新移民多 很多北方人到深圳工作 广州是讲话呀 到他的那个文化呀 他很广 那深圳没有 深圳是一个多元化的包容的 上海其实也一样 对吧 那离上海很近 你到苏州 可能那个人家自己形成一套文化体系了 你去那演 为什么人家听平潭 咱听不懂啊 日本话 所以我觉得 倒也没什么 说哎呀 我听不懂相儿 我是不是不时髦了 我听不懂相儿 我是不是怎么不了解 传统文化不好了 其实跟着都没关系 我们说说吧 这都撤了 好 就这样了 好 谢谢 再见了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